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我是蘇坦! 歡迎來到今天的喝咖啡聊是非跟斯坦輕鬆聊時事的節目 先喝一杯珍奶! 波蘭的珍奶還不錯喝,跟台灣的珍珠鮮奶茶一樣 那今天呢,我們要來講一下中共的高校新聞 中國央行做了一個人力市場調查 結果出來說文科生太多會影響到國家安全 這個調查資料還說現在東南亞國家進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其中的原因就是文科生太多 還強調什麼中國需要實實在在的技術不需要文科生 那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臉啊? 因為那些中共的高官啊,那些黨員不就是念馬列寫教嗎? 他們不是什麼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畢業出來的嗎? 像是某個喜包子呢?他也不是念馬列的嗎? 啊,不對,他是小學畢業而已啊 還是真的馬列念太多就變成馬列笨蛋 變成馬列笨蛋之後,國家就會進入坦官多的信 但是他們又說文科生太多 又說要學習思想、要學歷史 還是他們覺得馬列寫教是一門科學 那其實現在我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說文科生太多 只顯示出來一件事情 如果他們要真的打壓文族 如果他們真的希望中國人不要念太多人文科系 那麼對一個完全沒有道德的政體 對一個黨國不分的一個政權 對一個三權合一的一個人治國家 當然文科生太多是不好的事情 因為文科生會做什麼?會質疑啊! 文科生如果書讀得多的話 當然是會質疑共產黨的政權的正當性啊! 如果了解經濟學、如果了解哲學、政治學 會覺得現在中共這種體制是完全不合理的 所以當然越多中國人念文科 國家會覺得越危險 雖然他們一些黨員已經出來說 欸,不會啊!其實文族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但是因為都是大學的錯 大學又招募太多文族的學生 因為理科需要比較多的成本 買位要實驗室、買位要設備 那文族是比較好招的嘛! 但是重點我覺得並不是在這裡 而是在中共怕了 中共也怕中國人會念太多跟馬列邪教 無關的科系 剛剛很可愛 我在錄的時候 有個小朋友一直看我的相機 然後走過來看著他 然後媽媽笑得有點尷尬 我也有點尷尬 然後又講一個異國的語言 雖然佛羅斯瓦夫外國人還蠻多的 但是講中文的人應該特別少啊! 所以那個小朋友覺得特別好奇 那最近有個新的流行啊! 現在中國共產黨大力的推 大家要一起學黨史、一起學歷史 在黨史學習教育中提升學生的理論素養 讓紅色基因革命行火代代傳承 聽了都逗大了! 那這樣子到底是要文科生還是不要文科生呢? 一方面共匪說 大家要學黨史、要學習歷史 另外一方面說文科生太多 那另外一方面 現在也有12種課外讀物禁止進入校園 排名第一、第二是什麼呢? 就是跟個人主義、跟資本主義 甚至跟心自由主義相關的書籍 然後後面他們也會寫什麼 跟色情有關係的啦 跟暴力有關係的啦 但是重點是說 排名第一、第二就是個人主義 那為什麼他現在要禁止那些個人主義、心自由主義 跟他自以為是重陽媚外的書籍進入校園呢? 他最害怕的是什麼? 他最不希望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就是下一代的韭菜 有獨立思考能力 還有批判式的思想 就會質疑黨啊! 他要消除韭菜對黨的任何懷疑 當然如果是我們講到個人主義 跟心自由主義 我們當然也會講到不可薄的權利 就是上帝給的權利 他不希望韭菜會有這種的思想 他覺得所有的權利都是黨給的 黨不給你的就不屬於你的 他只希望他的韭菜可以當奴隸 他也不希望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做生意 你進國癮啊! 你進國癮,乖乖996就可以了! 所以很明顯 現在在中國他們培養新一代的紅衛兵 如果大家對中共的洗腦教育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跟陶哥的直播 陶哥就是強國反賊的youtuber 所以連結是在這裡唷 很建議大家看 中共從小也會讓小朋友 跳那些解放軍的舞蹈啊 穿軍服啊 然後還有那種超級民族主義的卡通給他們看 還有抗日審劇 他們也會說 新疆人都是小偷啊 習藏人不要接近他們啊 所有的外國人都很可惡啊 不要從洋媚外啊 美帝國主義很可怕 然後印度人可惡 台灣人可惡 泰國人可惡 日本人可惡 韓國人可惡 所有的人都可惡 但你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很可惡 你才應該好好地反省一下 自己是不是最可惡的那一個 最近中國前總理文家寶 雖然他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但是他最近寫的文章 調念他的母親的文章 他有提到一件事情 中國應該是一個充滿公平正義的國家 就是文家寶寫了這句話 之後他的文章 直接被消失了 直接被下架了 雖然我們知道 中共國從來沒有什麼公平正義 這都是謊言 但是文家寶 前總理耶 共產黨的一個高官耶 連他說這種話也不可以啊 這根本就是作賊心血啊 只有自己才可以說謊 其他人都不可以 只有習包子跟他的那些核心人物 才可以說謊 其他人 嘖嘖嘖 我們看一下習包子 最近在博奧亞洲論壇的開幕式 又說了什麼話 他說中國永不懲罷 永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 不搞軍備競賽 大國要有大國的樣子 這是跌話荷蘭嗎? 這是在吹喇叭嗎? 你在自己國內搞大內宣就算了 韭菜就算知道是被騙的 但是還是會吞下去 包子要讓全世界知道 他正言說瞎話的能力的等級 已經是沒有比他更高的了 當然除了他之外 那些中國企業也跟著說謊 海底撈在全球的分店有裝檢視器 而且爆料的是加拿大的印度裔員工 連台灣的海底撈也都有裝檢視器 而且是中國檢視器還看為視的 它是直接對著你的臉來拍你吃飯的樣子 他們被問為什麼要裝檢視器 回復加拿大跟回復台灣的理由是不一樣的 在加拿大他們說是為了更加了解客戶的需求 但是在台灣說怕有奧客 那你到底是為什麼要拍人呢? 你根本就講不清楚啊 是不是搜集個資啊? 最好笑的是說 他們在全球拍到的人臉影像 除了台灣之外 都不會傳送到中國 你們信嗎? 反正我是不信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很可愛的小精靈 其實我跟大家講一下 佛羅斯瓦夫的小精靈的故事 其實真的很喜歡跟他們一起拍照 因為他們也是代表反共的一種象徵 在佛羅斯瓦夫反共的象徵 因為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的時候 還是有一個在佛羅斯瓦夫很大的反共浪潮 那麼因為你沒有辦法直接反共會被抓走 所以想一些很創新 很有創意的反共的方法 有時候在到處畫小精靈 甚至穿小精靈的衣服 然後再加上跳舞 那當然警察還是會被你逮捕 你也會被罰錢 但是你被罰錢的時候 我會說 因為穿著小精靈的衣服 所以被罰錢 那這樣子也會創造一種 國際的輿論壓力 因為你看 因為呢 其實不只是波蘭人看到 波蘭統一工人黨有多蠢 因為穿小精靈的衣服而被逮捕 而是全球的人也會聽到相關的新聞 那波共時代結束 波蘭統一工人黨被趕走了之後 這些小精靈就是變成佛羅斯瓦夫的吉祥物 現在很多觀光客 喜歡搜集這些小精靈的照片 企業也可以申請小精靈 這樣子佛羅斯瓦夫市政府 也可以幫你製造一個 那在城市裡面總共有400多個小精靈 所以如果你們到佛羅斯瓦夫玩的話 可以好好的搜集他們的照片喔! 今天的小分享到這邊 順便讓大家看到這個漂亮的市景 那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的朋友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跟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喔! 也很歡迎各位來逛一下 我們周邊商品商店喔!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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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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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вствуйте! 我們下次見! 那我們下次見! 我是拉拔阿球! 我們下次見! 裝備發覺很多東西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索尼! 不用rias了 еч demol gun啊! reward呀! 有勢! 這個值挺處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